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早安 公民互貴,逐世已轉,過眼淫焉而已 這是古人經常勸告我們的話 周某人在這裡感覺到非常有道理 尤其隨著年紀漸漸增長以後,覺得這種道理是真切的 譬如說以前,我幾個小例子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在一家小補習班當老師 那時候就有一些人叫我老師 那我離開補習班以後,那個老師的頭銜就自然消失了 還有在更早以前,我更年輕的時候,我在海關上班 那時候呢,有一些航空貨英行的老闆或是員工 報官行的老闆員工一樣 以及,其實我發覺到,越是職位越高的老闆 董事長總經理這個階級,他們也客氣 貿易上也是一樣 看到我們,我們明明只是一個小小的海關的官員 他看到我們就叫我們長官 大哥長官,這是真正白的行李啊 真正正派的生意人,真的 他們這樣,難怪他們在世主的成就上面 自然就會比較高,這也難怪啦 雖然是世主的成就,不過話說回來 錢不是萬能,但是有人就講到,沒有錢萬能不能 所以他們的成就會比較高,因為主要是他們 非常客氣,很有禮貌 而且懂得怎麼樣去尊稱別人 這個是奇怪話 Anyway 個人想到,世界上 根本沒有千年不敗的帝國 有一些人 他在創立帝國的時候 覺得說很偉大 要傳萬代 其實沒有辦法 各位難道沒有看到嗎 萬里長城金流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捨華讓人周賢 在此以各位共勉之 共同思所之 所謂